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民众踢爆台湾有走私集团用话术说服民众, 携带黄金场关到日本,利用避税手法赚取价差,控成为新的洗钱手法。 G1新闻报道,走私集团员工到香港购买黄金后, 致台湾转机和民众在桃园机场免税店面交黄金带出国, 利用这样的方式就不会有申报的问题,可能成为新的洗钱手法。 集团用出国旅游还能赚零用金的话术,吸引民众帮忙走私, 还大胆在桃机拍下影片教学如何走私黄金, 及遇到海关检查要怎么脱身等等。 投诉人指出,其有人成功走私四条黄金至日本, 转交黄金给押击人员之后,他就可以去玩了, 走私一条黄金可获得一万两千元扣掉旅费后, 剩下的就是自己的。 律师丁育仁指出,只要出入境的过程中, 携带一定金额的金钱跟黄金就要申报, 即便在免税店,我们也认为还没有完全超脱出境的整个流程, 因此还是依照洗钱防治法去申报。